看体育表演还能够体验骑虚拟单车的乐趣 来看到这是一年一度的体育运动表演会 9月7号将会在桃园市艺文广场举行 今年首创虚拟运动以及电竞赛事体验区 能够让民众在室内就来体验户外运动的竞赛乐趣 结实的肌肉线条俐落的体操动作 队员们随着音乐节奏带来柔软优美的体操表演 桃园市体育运动表演会即将在9月7号登场 现场有首次设立的虚拟运动及电竞赛事体验区 骑的时候一幕前面就显示石门水库自行车道旁边的景象 有身体骑进的感觉 第二它在上坡的时候车子踩的力道会加重 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上坡 另外还有小风扇制造好像真的是身体骑进 在骑车一面有风吹来这种感觉 所以非常非常逼真 我觉得是非常有发展牵连 市长张善政也在宣传会上小试身手 卖力踩着单车机 在虚拟事件中化身单车赛里的体育选手 张善政表示运动结合科技的新技术 可以让很多人不受时空限制 邀请民众一起来体验这项科技 桃园市体育运动表演会的 我们是结合了虚拟运动还有电竞 还有我们的体育表演这方面这三个活动在一起 其实这三个活动都是非常具有观赏价值的一个活动 所以才能够串在一起来作为一个体育表演会的活动 那我们这一次也创新把电竞这样子的元素放进来 丰富的一个抽奖活动 这抽奖活动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也可以到我们的广场来跟我们一起共欢 当天将由国体大武术队 舞龙队带来夜光龙表演 以及北门国小扯林队 武汉国小油洋体操队 北科复工跆拳队及新兴高中竞技啦啦队等在地学校团体 带来精彩的专项演出